哈喽,我是藍波 前阵子我有提到因为明年的规划 所以这边的影片会暂停更新 不过最近因为玩了一款手游 再加上游戏几天前的直播 于是我决定做了一部介绍这款游戏的影片吧 没错,那就是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Fantastic Days 在前几天的直播当中呢 他有提到一个游戏线下见面会 在11月29号的西门町 一般民众有200个名额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清善大使计划 就是如果你有分享美好世界游戏 在你的YouTube或是Twitch的平台 你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只有5名的清善大使资格 嗯,而在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好想参加啊 虽然我已经填写了一般民众的资格 但为了保险期间 我决定参与这项清善大使计划 所以我来稍微聊聊 我对于美好世界FD的游戏看法吧 首先,为美好世界FD 我认为他游戏性质并不是非常高 他比较适合美好世界的粉丝 然后想要轻松玩并且养老婆养卡片的玩家 除非你是想要拼竞技的排名 这时候你就需要去研究跟了解卡片的特性 以及每个角色的技能等等 如果你是基于竞技的部分 那么你可以考虑投资一点钱进去 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来让你的角色跟武器成长 而基本上游戏里的副本跟任务给你的宝石 其实足够让你抽到不少卡片 而这些卡片也可以让你打过基本的关卡 而我个人最喜欢游戏的部分是剧情 还有可以跟角色互动 首先是剧情的部分 游戏里面有动画的剧情 同时还有另外的剧情 我猜应该是小说的剧情 由于我没有看小说 所以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但我觉得作为玩家 你可以把游戏剧情当作是故事一样 因为里面都会收入深游彼此之间的对话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在看真的动漫一样 同时我自己是有看里面的剧情 才能笑出来的 再来是跟角色互动的部分 我们玩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互动 像是我很喜欢跟会会互动 我就可以去播放收入在会会里面的所有语音 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天使之声啊 咳咳 而其实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那就是美好世界游戏 每个月会有一次的线上直播 这个直播会公布上个月竞技的boss 还有之后更新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好世界做的最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过去玩的游戏 没有一款游戏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经营 至少我接触的游戏 没有一款是这样 大部分的游戏就是贴在游戏公告 勾知玩家这样而已 这是很没有温度的 但我觉得这个直播是有温度的 而由于直播中有抽奖 所以这能让玩家与游戏方有很密切的互动 同时这也提升每个玩家对于游戏的活跃率 而且也看到游戏商对于游戏经营是很认真的 也因此当他在直播宣布游戏的线下聚会 并在说游戏的亲善大使计划时 我很认真地思考要不要来制作影片 而结果我就是 好我要参加 所以我正在制作的这部影片 而说到这边就我观察游戏这样的营运模式 我个人是很愿意花钱在这款游戏上面的 除了我个人很喜欢美好世界这部作品之外 主要是游戏的营运方是真的很用心 我每个人一点点的钱对游戏营运方来说就是很大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要好好思考 游戏营运商他们要开直播要送奖品要办活动 这些也都是需要钱的 如果你理解我在说的东西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其实游戏营运方会做这么多东西 不是只是想要赚我们的钱而已 我觉得他们更重视的是我们玩家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我是感受到了他的诚意 真的很棒很赞 好了我很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个亲善大使 并且我希望游戏营运方能够邀请高桥李懿 也就是惠惠的神游或是羽公天 也就是阿克雅的神游 能在11月29号跟我们当天的所有玩家互动 如果我被选上 我一定会记录成影片 并且PO上我的YouTube频道 最后这是我的个人游戏ID跟名称 同时我也欢迎正在观看影片的你在底下和我分享 你喜欢美好世界这款游戏的哪一部分 然后也祝每个人都能去参加 11月29号的美好世界游戏线下见面会 如果我被选上亲善大使 我一定会在社群当中分享 如果只是一般平民 那就一般平民吧 如果什么都没有 那就怒酸游戏吧 开玩笑的 我们要对游戏有爱 好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啰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底下和我说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